我们进入这个会幕的系列 先跟大家稳固之心 先让大家温固之心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会幕里面 我们先去到外院 然后我们看到樊祭坛 第二个器具就是洗着盆 第一个器具就是洗着盆 继续往前走 我们就会进入圣所 圣所里面第一个出现在眼前的 在圣所里面我们第一个呈现眼前的 就是橙色台 橙色桌 然后有金灯台 之后见到金灯台 然后有金香坛 之后看到金香坛 然后在我们面前就会有一个蚂子 你都可以挡住 然后我们看到前面有个蚂子挡住 穿过这个蚂子我们就进入最神圣的地方 至圣所 穿过这个蚂子我们就来到最神圣的地方 就是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器具 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件器具 就是约规 就是约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约规 其实约规是整个会幕里面最神圣的一件器具 其实约规是整个会幕里面最神圣的器具 甚至你都可以说它是最特别的一件 甚至你也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件 因为它代表神的同在 约规和神的同在是直接挂钩的 甚至有传说 这个抬着约规的军队是战无不成的军队 甚至有传说中 传说着 抬着这个约规的军队是公务不克 因为当年以色列人抬着约规的时候 红海都要在他们面前分开 后来他们抬着约规进入英雄之地的时候 耶利哥城都在他们面前倒塌 后来他们抬着约规进入了应许之地 耶利哥城也在他们的面前倒塌 这个就是约规的威力 这就是约规的威力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人看过一部电影叫做Indiana Jones 当中有一集就讲到约规 里面有一集就是讲约规 如果你看过 真的跟我这么少年纪 如果你看过 你就跟我差不多年纪了 很多的电影题材都会用约规来做主角 很多的电影里面都会以约规为主角 因为约规的确是充满神秘 充满力量 充满传说 因为约规的确是充满神 充满力量 充满传说 不过究竟约规是怎样的呢 但是到底约规是怎样的呢 今天在以色列有一个机构 每次去以色列都会探访的 今天在以色列有一个机构 每次去以色列都会探访 他们叫做Bible Institute 那个机构叫做Bible Institute 他们在那里重建 预备所有的器具 如果再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马上可以开始献振 他们预备了所有的器具 就让这个能够圣殿重建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立刻使用 不过那里的拉比跟我们说 但在那边的拉比告诉我 唯一一样东西他们没有做的 有一样是唯一他们没有做的 就是约规 就是约规 因为他们相信约规还在 因为他们仍相信约规还在 只是不知道收买在哪里 只是不晓得在哪里 圣殿一起好的时候 他们相信约规会重现人间 圣殿一建好 他们相信约规就会重现人间 那究竟约规是怎样的呢 但究竟约规是怎样的呢 我们今天就要近距离 来都去认识约规 我们今天就要近距离的 来了解约规 好吗 我们先一同来祷告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将约规放在我们的当中 感谢你将约规放在我们当中 主要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面前 求圣灵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 让我们能够明白约规的意义 让我们能够明白约规的意义 领受你给我们的信息 领受你给我们的信息 让我们的生命因你不再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我讲到的信息 第一个大点就是 荣耀带领随时随地 今天我的信息第一大点就是 荣耀带领随时随地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 奉耶稣基督的 二十五章的十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至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要用造甲木造一柜 长二爪半 阔一爪半 高一爪半 要里外包上升金 四围让上金牙边 也要住四个金环 安在柜的四脚上 这边两环 那边两环 要用造甲木造两金 用金包果 要把钢穿在柜旁的六环内 以便台柜 这钢要上在柜的环内 不可抽出代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神吩咐摩西要用造甲木做一个柜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神吩咐摩西要用造甲木来做柜 其实造甲木是一些很能够耐寒的植物 其实造甲树是非常耐寒的植物 甚至有说它就算已经枯干了很久了 但只要一有水淋到它当中 它马上又会再次重新发芽 甚至有人说 即使造甲树已经枯干很久了 只要一有水 它就能够重新发芽 其实在绘幕里面 约柜、香坛、层次台、铜制坛 甚至书板都是用造甲木来做的 其实在绘幕里面 约柜、香坛、橙色柄桌、铜祭坛、树板柱子 这些都是用造甲木造的 造甲木在非洲 在以色列的沙漠里面 是常见的一种树木 造甲木是在非洲 还有沙漠里面常见的树木 很特别 神没有叫沃西去做约柜的时候 去找一些很遥远的地方 找很名贵的木材来做 很特别 神并没有叫摩西 当他要去造约柜的时候 去找一些非常名贵 很遥远的地方 才找得到的树种来做 反而神要叫他用最尋常 通街都有的 这些造甲木来做约柜 反而是叫他用最常见 到处都有的造甲木来做约柜 造甲木是最平凡的 造甲木是最平凡的 第一次贵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和我都是一样 我们本来都是平凡的人 我们本来都是平凡的人 但是神却选拣选我们 但神却拣选了我们 造甲木所做出来的约柜 造甲木所做出来的约柜 但是因为有神的荣耀 同在在上面 就非一样 但是因为有神的荣耀与同在 在其中 所以就不一样了 平凡都变成不平凡 而平凡也变成了不平凡 等于今日你和我 可能都好像造甲木一样 我们只是平凡的器皿 但今天如果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这个宝贝 我们就变得不平凡 其实造甲木是又弯曲又多次又硬的一种木材 其实造甲木是又弯曲又多次又硬的木材 照样来说不是几好用的 就所以照理来说应该不是很好用 就好像我们一样 就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未曾遇见耶稣之前 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弯弯曲曲 我们的脖子又硬 就好像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我们也是弯弯曲曲的 我们又硬颈 但当我们愿意献给神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愿意献给神的时候 竟然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竟然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甚至成为约柜 甚至成为约柜 然后约柜呢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 它的高度是一爪半 刚刚我们读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约柜呢 它的高度是一爪半 其实约柜的大小 好似这个陈翅柄的器皿 只是比它再长一点 其实约柜的大小 就好像橙色桌一样 只是它在比它长一些 特别是它的高度 和这个陈翅柄 是完全一样的 特别是它的高度 和橙色柄桌是一样的 因为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 施恩座是神对人说话的对方 因为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 而施恩座就是神对人说话的地方 神的话语就是天良 就是生命 神的话呢 就是天良 就是生命 所以约柜和陈翅柄桌是一样高度的 所以约柜和橙色柄桌是一样高的 神的话语和生命的量是对齐的 神的话语和生命的量是一起对齐的 虽然我们每一次讲到约柜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印象想起的 就是约柜那种审判和能力 所以当我们想起约柜的时候呢 第一印象就是约柜是充满审判的能力 我们常常都会想起 乌萨只有一点的约柜 这样就被击杀了 我们就想到乌萨他只是伸手摸 约柜他就被击杀了 但是事实上约柜和陈翅柄桌 从生命之道是对齐的 但是呢其实约柜和陈翅柄桌 他们的高度是对齐的 是要给予人得生命的能力 是给人得生命的能力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约柜是里外都包上精金 圣经也告诉我们 约柜是里外都包上精金的 四位都相上金牙边 四位也相上金牙边 其实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象征 其实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象征 精金就代表荣耀 精金代表荣耀 有人计算过 有人计算过 如果用今天的金价 如果用今天的金价 将约柜这么大小的一个柜 里外都包上精金的话 将约柜大小的柜子 如果里外都包上精金的话 原来要成一千万美金 所以这个约柜 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这个约柜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约柜的四位都相上金牙边 约柜的思维也都相上金牙边 代表神的能力片及四方 代表神的能力是片极四方 其实神的能力 神的荣耀 是上上围绕着这个约柜 其实神的能力与荣耀 是常常围绕着这个约柜的 也都代表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感受到 神的荣耀和能力 也都代表我们一靠近神的时候 就能够感受神的荣耀与能力 就像我们靠近烈火 就会感受到火的热力一样 这好像当我们靠近烈火 就会感受到火的热力是一样的 当神临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见到神的荣耀 当神临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这个是旧约圣经 让我们清楚所体现的 这就是旧约圣经 让我们所清楚看见的 当年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 当年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 整个片山都着火 大地震动 片山都着火 大地震动 这一切的景象 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神是那个 轻慢不得的上帝 这一切的景象 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当我们靠近神的同在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要带着那一份敬畏 所以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要带着一份敬畏 在《畜加纪》的25章12字 那里也都说到 要做四个金环 安放在这个贵的四脚上面 而在《出埃及记》 25章12节也说到 也要住四个金环 安在贵的四脚上 所以你见到这一幅图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有一张图 这四个环 在他的脚上面 其实这幅图 我找了很久 其实这张图 我找了很久 因为大家画出来的药柜 很多都不同样的 其实很多的约柜 画出来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我觉得 是比较符合圣经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张 是比较符合圣经的描述 他的肢杆其实是在短的这一边 其实这一边 是看到这个杆子 是比较短的这一边 四个环就在脚上面 四个环是在脚上面 为什么要在脚上面呢 为什么要在脚上面呢 在脚上面的原因 在脚上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约柜 一抬起来的时候 当约柜一被抬起的时候 他就会在众人之上 他就会在众人之上 所以以色列人从远远的地方 都可以看见这个约柜 所以以色列人在约柜的地方 都可以远远看见约柜 看见约柜就可以跟着约柜 看见约柜就能够跟随约柜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跟着约柜一路的往前走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跟随着约柜一路往前走 约柜就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而约柜就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这个就是约柜的设计 这就是约柜的设计 约柜的设计其实是要让人去跟随的 约柜的设计其实是为了要让人来跟随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代表的就是他们离开世界 放下这个世界 代表就是他们离开了世界 也放下了世界 从此他们就跟着约柜一路的往前走 走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路 走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路 这条也是天国之路 而这条路也是天国之路 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带领他们 在地上建立天国 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带领他们 在地上建立天国 神要世上的万国万邦 看见天国在人间 约柜所带领的以色列人 应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天国的国度 以色列人这样跟着约柜跟随神 其实就要在万国万邦之前 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见证神带领着人走天国的路 所以其实这个约柜有另一个名字 就是叫做The Ark of Testimony 就是一个见证的柜 为神的荣耀做见证 但我们要问自己 在今天 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 去跟随约柜呢 但其实我们很想约柜跟着我们 以色列人曾经犯过这个错误 以色列人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 他们以为抬着约柜 就可以为所有 做自己心中想做的事情 他们以为抬着约柜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们以为抬着约柜 神就会帮助他们 他们就可以升过他们的敌人 所以他们以为抬着约柜 他们自己一切心愿就会成就 所以他们以为抬着约柜 他们心里面一切的心愿都会成就 这是一种妄想 妄想可以来操纵神 结果他们不停重复 在这个错误的里面 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设计不是要约柜跟着人 这样的设计不是要让约柜跟着人 而是人要跟着约柜走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记得在我们新约6月1教会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新约6月1教会也曾有这样的经历 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实体崇拜 之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恢复实体崇拜 后来疫情回落 后来疫情缓和 我们打算恢复实体的时候 当我们打算恢复实体崇拜时 政府有一个规定就是 场地的人数只可以在 人数的30%以内来聚会 政府当时规定 实体崇拜只能有30%的人参加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发现 我们很难用华杰来运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很难用华杰这个场地来运作 因为这样算一算的话 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人可以回到我们当中 因为这样算一下 大概只能十几二十人能够恢复实体崇拜 那应该被谁回来呢 那谁可以回来呢 大家都很渴慕 大家都很想回来 都很渴慕 都很想来教会 所以在那个时候 神就给我们感动 所以在那个时候 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我们感觉好像约柜带领 我们要去接合这个西港城一样 我们感觉约柜好像带领我们去西港城一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向这个西港城 你们可以进发 所以我们就跟西港城联系进行 我们当时都很兴奋 我们当时非常兴奋 一谈 原来我们真的可以租那里来聚会 一谈 原来我们真的可以租下来聚会 那我们就可以整个教会都回来一起聚会了 那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一起来 回来聚会了 但当我们要签约的时候才发现 但当我们要签约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们只可以租两个月 原来只能给我们租两个月 哇 那问题就来了 那这样问题就来了 两个月后怎么办呢 那两个月后怎么办呢 我们这两个月人数多了 我们增长了之后 我们去哪里又回不了去华杰了 那两个月之内 如果我们人多了增长了 那两个月结束以后 我们也回不去华节呀 当时我就在想 难道我们要户外崇拜 我就想 难不成我们到时候要改成户外崇拜吗 遮打花远崇拜都不错 遮打花远崇拜也不错 不过就要祈祷千奇不要下雨了 但是要祈祷不能下雨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想了很多的考量 但是觉得约柜带领我们往前走 但是约柜带领我们往前走 我们就凭信真签了这个两个月 我们就凭着信心签了两个月 其实之后会怎么不知道的 其实之后会怎么样发展不知道 我是很感恩我们的同工 全部都很有信心地跟着我们一起走 我很感恩我所有的同工 都非常有信心跟着往前走 如果当时我们的同工不停问 我们两个月后去哪里 两个月后去哪里 那我想我手软不敢签下去 如果我的同工不断问我 牧师两个月以后怎么办 那我可能都手软不敢签了 弟兄姊妹跟随约柜就是这样 一站一站的往前走 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可能以色列都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 总之约柜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可能以色列人下一站在哪都不知道 但是跟着约柜就是继续往前走 神的带领去到哪里 我们就走到哪里 神的带领带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但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信心 但是我们签了这两个月合约之后 南倒十月楼 你坐着的地方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然后我们签了两个月的合约之后 南倒十二楼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我们就出现了 而且刚刚好两个月我们连筑约 连装修刚刚好就说一次可以使用 而在签约西港长这两个月之内之后 南倒十二楼包含装修等等之内 刚好接得好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原来我们跟着约柜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跟着约柜 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与能力 出海基纪二十五章十三节 告诉我们要用造甲木 做两根的杠来用金包裹 出海基纪二十五章十三节说 要用造甲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 十五节说这个杠要尝在贵的环内 不可以抽出来 台约柜的杠都要用造甲木来做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物料 不是用铜不是用铁不是用铁 不是用其他 其实造甲木很久是弯弯曲曲的 其实造甲木本身原是弯弯曲曲的 但当它要成为台约柜的这个杠的时候 但是当它要成为台约柜的杠的时候 我们就要将它修正 我们就要将它修正 同样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 同样我们的生命也一样 如果我们要台着约柜跟着约柜走 如果我们要台着约柜跟着约柜走 我们就要脱离属世的那种的弯曲 我们就要脱离属世的弯曲 用正直纯正的灵 担起约柜 担起神的同在 正直纯正的灵 来担起约柜来担起神的同在 这个杠要常在环内 不可以抽出来 这个杠要常在环内不可抽出来 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 预备好起行 代表我们随时随地要预备好起行 其实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写照 约柜是随时都会移动的 因为神是活着的 因为神是活着的 神给我们的带领是活泼又新鲜的 其实有时候这样去经营教会 才好玩 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上帝会在我们当中做些什么 上帝是充满惊喜的 问题就是我们是否预备好自己 随时随地都能跟得上 跟着约柜都有刺激有挑战 就像我刚刚说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在哪 而且当你一跟着约柜的时候 就永远不能再回头 而且当你一跟着约柜你就永远不能再回头 这个杠不可以抽出来 这个杠是不能抽出来的 要常常预备 要常常预备 随时不应 随时备应 所以我们再看原来约柜的设计是要用人来抬的 所以约柜的设计呢其实是要用人来抬的 抬约柜的人就是祭司 抬约柜的就是祭司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和我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我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 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天后预备好随时跟上约柜呢 但是我们今天是否预备好准备来全天后跟随约柜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让约柜走在我们的前头而我们跟上呢 如果我们看着这个约柜 如果我们当我们看着约柜 我们明白它的设计和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仰望约柜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仰望约柜 随时跟上 随时跟上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永远不在约柜前面提说翻埃及这件事 永远不在约柜面前谈回埃及这件事 一生跟随神 一生跟随神 相信神的带领 这样神就必定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开路 这样神就必定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开路 数下手指我和师母在路上服侍已经有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里面我们就是这样跟着约柜跟随神的带领 甚至我们跟教会跟约柜到一个地步上 我们很多时候搬屋都是因为围绕着教会 甚至我们跟随约柜跟随神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我们搬家都是为了要跟着教会 这二十年里面我想我们搬屋已经搬了很多次了 我们从柴湾搬去北角因为那时候教会在北角 我们从柴湾搬到北角因为当时教会在北角 然后从北角又搬去荃湾 后来又从北角搬到荃湾 因为教会搬到荃湾 后来又在丁九 后来又搬到丁九 然后教会要发展中大的事工 之后教会想发展中大的事工 我们就搬了去大埔 所以我们就搬到大埔 但是发觉这些学生来我们的家有点困难 但后来发现这些学生来到我们家有些困难 我们又搬去太和 他们方便他们来找我们 我们又搬到太和方便他们来找我们 后来神带领我们收养了两个孩子 后来神带领我们收养了两个孩子 我们又搬回去丁九 我们又搬回了丁九 然后丁九又搬了两个地方 然后神又差我们来中环 我们又搬了来中环 直到今日 第一支配当我们这样去跟着神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跟着神的时候 当你回头一望的时候 全部都是恩典 当你回头一望全部都是恩典 原来这样跟着约柜是经历到神的恩典 原来这样跟着约柜是经历神的恩典 看见神迹一个一个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看见神的神迹一个一个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这样跟随神是非常值得的 是非常蒙福的经历 是非常蒙福的经历 因为我们所追随的这位神 因为我们所追随的这位神 祂是那位十架在内恩典在上的神 祂是一位十架在内恩典在上的神 这个就是我讲到的第二个大点 十架在内恩典在上 这就是我讲到第二大点 十架在内恩典在上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 烈火十架谁能担当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烈火十架谁能担当 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 生命记十章一至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要作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上山到我这里来 你又要做一木柜 你先前出碎的那块板 其上的字 我要写在这板上 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 于是我用造甲木造了一柜 又作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所传 于你们的十条街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石板上 将这板交给我了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我所造的柜中 现今还在马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约会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呢 约会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呢 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字的经文里面 从刚刚所读的几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原来约会里面装着的 就是两块的法板 我们看见原来约会里面装着两块法板 没有其他东西了 神在西那山上面 吩咐摩西要做这个柜 神在新来山上 申负摩西要做约会 同时摩西也都要重造两块石板 跟先前第一次摩西从神面前 所领受的两块石板是要一样 跟之前摩西在山上 从神面前领受的两块石板 要一样的 为什么要重造呢 为什么要重造呢 因为第一次从山上面 带下这个石板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从山上 带下来这个石板的时候 摩西看见以色列人犯罪 守不住同神之间的约 摩西看见以色列人犯罪 没有办法守对神的约 摩西就说以色列人 根本不配来承担这个十戒 摩西心想 这个以色列人 根本不配承担这个石戒 摩西就在怒气当中 将这两块石板扔碎了 摩西就一怒之下 把这个两个石板摔碎了 你知不知道你看见吗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圣经说摩西其实是 世上最谦和的人 摩西其实是世上最谦和的人 就是他是全世界最好脾气的 就是他这个是世界上最和气的人 他好难激得生气的 你很难能够激怒他 但是他带着两块石板 身身复复落山的时候 见到以色列人犯罪一片 但是当他带着两个石板 下山辛辛苦苦看到 以色列人却在犯罪 全世界最好脾气的人 顶不住 全世界脾气最好的人 就受不了了 他一见到这个情况 他说以色列人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一见到这个情况 以色列人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们见到地动山摇 山都在那儿 露火神 在烈火当中传十界 你就在看到地动山摇 神在烈火当中传授十戒 你在神这么大的同在 和神迹当中竟然犯罪 你在神这么极大的同在当中 你居然还犯罪 你在神的眼前当神无盗 你在神的面前犯罪 你还当神不在 摩西生气到一个地步 顶不住 他将两块石板 砰的声音 就摔碎在地上 摩西看到这一切情况 他受不了 他就砰一声 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 以色列人 你这不配神的十戒 以色列人 你们不配神的十戒 神怎么样 神竟然叫 摩西重建这两块石板 带到山上 神叫摩西重建这两块石板 带上去到神的面前 神叫摩西重建这两块石板 来到神的面前 神说要亲自将那些字 重新再写在这两个 身造的石板上面 神要重新将字 写在这两块重新造好的石板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其实第一次神颁布十戒的日子 其实当神第一次颁布十戒的日子 就是摩西话是大会之日 摩西称之为大会之日 根据拉比的计算 正正就是五旬节的当天 根据拉比的计算 正是五旬节那一天 其实拉比认为 当时就是五旬节 其实拉比认为 当时正是五旬节 是一个圣灵充满 让以色列人进入那份的 自由国度的一天 因为哪里有主的灵 哪里就有自由 但是以色列人 却在这种自由的氛围当中 来到去委屈 他们和神之间的约 其实本来云彩 一直遮盖着西乃山 神要与人立约 山上火光红红 地带震动 在这样的情景里面 摩西上了山 神与人相会 将十戒刺下 而且吩咐摩西 神要与人立约 其实当时 神不单止救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让他们脱离 让他们离开 维奴的身份 让他们得自由 让他们得自由 神更加要 跟他们立约 神更加要 与他们立约 希望和以色列人 住在一起 借着这个约 会幕和约柜 神要将以色列人 视为他自己的选民 神要将以色列人 视为他自己的选民 让以色列人 从万国万族当中 分别出来 让以色列人 从万国万族当中 分别出来 所以神刚临 在西乃山 地震动火烧山 地震动火烧山 在烈火当中 将十戒 教在摩西的手中 在烈火当中 将十戒交 在摩西的手中 要传给以色列人 两块石板上的字 是神亲手写上去的 是神亲手写上去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原来是上帝的真迹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是神的真迹来着 如果你家里 有一幅齐八石的真迹 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家里面 有一幅齐白石的真迹 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有上帝的真迹 是不是更加不得了 其实这个是代表着 以色列人 和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就代表着 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约就是整个人类 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基础 这个约就是神与人关系的基础 所以神吩咐 要将这个基础 将这个神与人之间的约 放在摩西所造的柜里面 所以神就吩咐这个基础 也就是神与人立的约 要放在约柜里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约柜的最底 那个base那里 是放这个石板的 我们就知道 约柜里面的基底 就是这个里面放着石板 紫外约的中心 这个就是约的中心 神要以人为祂的儿女 为祂的子民 就是神要以人为祂的儿女 为祂的子民 人又要以神为他们的神 而人要以神为他们的神 以神为我们的天父 以神为我们的天父 本来是一个美好到 不能再美好的图画 本来是一个美好的 不能再美好的图画 你想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你想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是不是美好到 不能再美好的图画 是不是一副美好的 不能再美好的图画呢 是不是啊 如果习近平 认你做契仔契女 你已经不得了了 如果习近平总理他 认你做这个干儿子干女 真不得了了 何况创天造地的神 以你为祂的儿女 何况呢 创天造地的神 以你为祂的儿女呢 神很宽大 神是非常宽大的 神说你做我的儿女 只需要守住十件事 神说你做我的儿女 你只要守住十件事 多不多呢 多不多啊 我想问一下 从小到大我们读书 你学校里面 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校规的 我想问你 有没有发现 你学校的校规都不止十条 有没有发现 你学校的校规 是不止十条的 是不是做学生的校规 都超过十条了 是不是 你看做学生 校规都超过十条了 但是做天父儿女 只有十条的规矩而已 但是做天父的人 的规矩只有十条 所以你看上帝 是不是非常宽大 但是连十条的规则 我们都守不住 但是连十条的规矩 我们都守不住 人毁约 其实是人将这个 和神之间的约毁了 其实是人将 他与神的约毁了 全世界最好脾气的摩西 都顶不住 扔爛了个法板 全世界脾气最好的摩西 都受不了了 都摔碎了法板 人毁约 人毁约 再重新将字写在上面 之后呢 神又重新的将字 重新写在石板上 然后吩咐摩西 将它放在约柜里面 之后吩咐摩西 将石板放在约柜里 对一群失约 毁约的人 神仍然用约 为带领着以色列人 继续往前行 离开抗野 神依然透过约柜 带领以色列人 继续往前行 走向应许的新天地 走向应许的新天地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这就是神的恩典 神在人有所不能的时候 放下恩典 神在人有所不能的时候 放下的恩典 我们第二个小点 就是恩典在上 遮盖解明 我们第二个小点 恩典在上遮盖戒命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六至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将我所致及的一法 放在柜里 要用精金做施恩座 长二爪半 阔一爪半 要用金子作出两个基路拍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路拍 那头做一个基路拍 二基路拍要连接一块 在施恩座的梁头 二基路拍要高张翅膀 遮掩施恩座 基路拍要连对面 潮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 又将我所要刺给你的法版 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如你相遇 又要从发跪施恩座上 二基路拍中间和你说 我要吩咐你全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烈火的十戒 虽然人为药没有办法守得住 虽然人毁约没办法守住 但神仍然将这个戒命法版 放在约柜之中 而且神吩咐摩西 要在这个约柜上面 用精金做施恩座 要在这个约柜上面 用精金来做施恩座 这个施恩座的大小和约柜 是一模一样 这施恩座的大小和约柜 是一模一样的 足足可以将整个约柜 来到去遮盖住 就是刚好可以把整个约柜遮盖住 人失信守不住十戒 人失信守不住十戒 守不住人和神之间的约 守不住神与人之间的约 但是神仍然守约 其实这个是神人关系的基础 其实这就是神人关系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面 神要将恩典施恩座放在上面 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神要把恩典施恩座放在上面 而且在他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神吩咐摩西 要用金锤两个纪柜牌出来 神吩咐摩西 要用金子锤出两个纪柜柜来 这两个基础柜要面对面 遮盖住整个施恩座 这两个基础柜要面对面 遮盖住整个施恩座 他们要张开他们的翅膀 遮盖施恩座 施恩座两头做两个基础柜 施恩座的两旁 坐着两个基础柜 基础柜所代表的 其实就是有大能大力的 服役的天使 基础柜所代表的就是 有大能大力的服役的天使 在以西经书会看见 一个基础柜 其实已经可以胜过 遍地的偶像的总和 我们在以西经书看到 一个基础柜就可以剩下 整个天地加起来 偶像的总和 地上的万军都敌不过一个基础柜 地上的万军都敌不过一个基础柜 要用两个基础柜 来围绕着施恩座 现在要两个基础柜 来围绕着整个施恩座 代表的就是 神要用他的大能大力 去兼顾整个施恩座 代表就是神要用他的 大能大力来巩固整个施恩座 神其实是不惜一切的代价 要向人施恩 神就要在这个约的基础上 向人大施恩典 而且是带着基础柜的能力 无人可以阻挡神的恩典 再加上神说 他要在施恩座当中 来到在恩典当中对人说话 神要用他的恩典 重新建立人与神的关系 所以神吩咐 将这个法板再次放在一个约柜的里面 这个就是约柜的设计 约柜是神同在的代表 约柜是神同在的代表 神要透过约柜与人相会 与人同住 建立那种深不可分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一个先恩典后真理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一个先恩典后真理的关系 其实法板所代表的就是真理就是立约 虽然人守不住这个约 虽然人守不住这个约 但是神将恩典放在其上 但是神将恩典放在其上 神在恩典和能力当中要与人相会 神在恩典与能力当中要与人相会 神又要在这个法规 在这个约柜之上放下恩典 神要向以色列人说明 神一切的深意和吩咐 藉着这些说话 以色列人要领受生命 其实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是基于人和神之间的约定 这个约定就是以神为神 而我们甘愿成为祂的儿女 成为祂的国民 我们在这个约的关系上 我们敬畏听从神 这个就是整个约柜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神要用祂的大能向我们示恩 神要透过祂的大能向我们示恩 从这个恩典的角度上 神要让我们听见神对我们一切的吩咐和说话 神要让我们听见一切祂的吩咐与说话 这个就是约柜 这个就是约柜 在约的关系当中 在约的关系当中 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 神用祂大能的同在 保守祂的言语 神用祂大能的同在来保守祂的言语 祂对我们施行祂爱的应许 祂对我们施行祂爱的应许 用祂的能力成就一切的预言 用祂的爱的能力胜过一切的言语 我们就当敬畏 我们就当敬畏 当感恩神在我们当中一切的作为 当感恩神在我们当中一切的作为 事实上以色列人抬着约柜 他们所走过的每一站 他们所走过的每一站 看见的都是神的能力和恩典 神一路这样伴随着他们 带领着他们 走到神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人本来不配 甚至单方面违约 但是神仍然可信 神仍然守约施恩 第一次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其实我们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走着走着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 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 甚至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忧患 甚至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忧患 很多的不安 好多的不安 好多关系上面的破裂 好多关系上面的破裂 人与人之间的紧张 人与人之间的紧张 经济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 生活的催逼 生活的催逼 都将我们逼入绝路 都将我们逼入绝路 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作苦工一样 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作苦工一样 看不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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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却来寻找以色列人 但是神却来寻找以色列人 弟姊妹 我们当中的朋友 我们当中的朋友 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呢 但是约会告诉我们 但是约会告诉我们 当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 约的基础的时候 当神与人有这样的关系 约的基础的时候 神私隐着的恩典和能力 要在我们之上 神身做的恩典和能力 要在我们之上 他要带领我们走出 就好像以色列人 走出埃及一样 神要带领我们 就好像带领以色列人 走出埃及 神要带领我们 走一个有盼望的新天新地 神要带领你我 走向一个有盼望的新天新地 我们当中 有没有朋友 你还没曾相信耶稣 我们当中是不是有朋友 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你还没有将耶稣 接在心里面 你还没有将耶稣 接到你的心里 今天神告诉你 今天神告诉你 抓住这个约 和神展开一个新的关系 和神展开一个新的关系 神的恩典能力要临到你 神的恩典与能力要领到你 神要带你离开埃及 神要带你离开埃及 神要将平安赏赐给你 神要将平安赏赐给你 神要将他大能的供应 赐给你 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祂要医治你一切的痛楚 祂要医治你一切的痛楚 祂要释放你得自由 祂要释放你得自由 祂要重建你的人际关系 祂要重建你的人际关系 祂要让你的人生再次充满盼望 祂要让你的人生再次充满盼望 祂要让你看见前面的道路 祂要让你看见前面的道路 祂要用祂的约规来引领你 祂要用祂的约规来引领你 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 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 这一切的恩典能力 都要能到你 这一切的恩典与能力 都要领到你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之前没有将耶稣接到心里 你之前还没有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但是现在你愿意 将耶稣接到心里 将耶稣接到心里 相信祂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我邀请你轻轻拒你的手 我要请你轻轻举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为你祈祷 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中 让约规带领你前行 让约规带领你前行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还没想相信耶稣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但是这一刻你愿意 将耶稣接到心里 感谢主 我想邀请今天的朋友 可不可以来到台前 我要为你祈祷 如果有朋友带来的话 可以陪着他一起祈祷 如果有朋友带着他来的话 请带他一起来到前面 后面还有没有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我邀请你来到台前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话要请你来到台前 如果有邀请你来台前 我想邀请你来台前的朋友 请你闭上眼 跟着我一起来祈祷 我们其他人陪着他一起来祈祷 我们其他人陪着他来祈祷 一起闭上眼 陪上你的眼睛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 谢谢你 多谢你对我的心说话 谢谢你对着我的心说话 我向你承认 我向你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认识你 但主耶稣 我今天 我今天 愿意打开我的心 愿意打开我的心 相信你 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救主帮助我 用你的约会 带领我的方向 带领我的方向 将你的喜乐与平安 赏赐给我 让我更认识你 让我更认识你 让我一生跟从你 让我一生跟从你 主我多谢你 主我谢谢你 听我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是不是可以请法南威 好我们新朋友 可以回到位子上 一会议会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有多些的谈谈 我们主会结束之后 可以有更多的谈话跟祷告 在这个约的基础上 在这个约的基础上 在神与人的关系上 在神与人的关系上面 人所做不到的神 都要私恩来帮助 人所做不到的神 都要施恩给予帮助 我们看第三大点 人所不能神恩相助 第三大点 人所不能神恩相助 我们看《处外记记》 十六章三十三三四节 我们来看《处外记记》 十六章三十三至三十三 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对阿伦说 你拿一个管子 圣一门阿梅 以玛拿 存在耶和华面前 要留到世世代对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 阿伦就怎样行 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 在智圣所里面 在智圣所里面 在约柜前面放了一罐的玛拿 在智圣所里面 在约柜前面放了一罐玛拿 玛拿是什么呢 玛拿其实就是当日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怨言 玛拿就是当时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怨言 他说我们没有东西吃啊 他说我们没有东西吃啊 他说以前在埃及的时候 天天吃肉啊 大鱼大鱼啊 这些东西好吃到不得了 以前在埃及呢 天天大鱼大肉 好吃到不得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向神发怨言 你带我们来想饿死我们啊 你带我们来这儿 是想饿死我们的啊 其实你一听就知道 这番话有问题了 其实你一听就知道 这样的说话是有问题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是奴隶 你能够想象一个奴隶 在埃及里面会日日自助餐 日日大鱼大肉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吗 你想奴隶他为奴 他有办法每天都吃大鱼大肉 每天都吃得好吗 其实他们顶撞神顶撞到地步 乱一通 其实当他们顶撞神顶撞到地步 都乱胡说一通 但是神却施恩典 但是神却施恩典 降下玛拿给他们 他们可以不需要劳苦 每天就撞这些玛拿就可以吃 他们每天不需要劳苦 就从地上捡起的玛拿 就可以吃了 人抱怨 人抱怨 但是神施恩供应 但神施恩供应 现在神要将这罐的玛拿 放在这个约柜前 在这个智圣所里面 神现在要将玛拿 放在约柜前 放在智圣所里头 其实一看见玛拿 以色列人就会想起他们 当日对神的 没有信心和抱怨 所以一看见这个玛拿 就会让人想起他当初 对神抱怨没有信心 相反神是 他是私隐从天降下玛拿 喂养他们 但是相反的神却 从天降下了玛拿 供应喂养他们 在约柜前放着这个玛拿 其实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其实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要对神有信心 要对神有信心 神可以在旷野开道路 神可以在旷野开道路 神可以在旷野降下天梁 神可以在旷野降下天梁 以色列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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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 仰望约柜 仰望约柜 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当将我们的忧虑 交给神 当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 将我们的不能交给神 因为神深知我们的需要 因为神深知我们的需要 在约柜前 在约柜前 神同在的面前 神同在的面前 一切自由供应 弟子妹 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 弟兄姊妹 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 你正在担忧的里面 可能是你的经济 可能是你的家人的健康 可能是你家人的健康 人际关系 这些担忧成为你的重担 这些担忧成为了你的重担 压在你的肩头上 压在你的肩头上 今天神同样要开你的眼睛 今天神同样要开你的眼睛 玛拿就在约柜前 玛拿就在约柜前 神是供应看顾的神 神是供应看顾的神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不要为饮食忧虑 不要为饮食而忧虑 不要为供应而忧虑 因为你的神 比这一切都大 比这一切都要大 祂乐意将天良赐给你 胜过一切的忧虑 胜过一切的忧虑 弟子妹 如果你正在忧虑当中 邀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我要为你祈祷 天父求你的灵 祝我我们每一个 特别是我们将手放在心上 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重担 但是在这一刻 求你开我们弟兄姊妹 灵里面的眼光 让他们在灵里面走入你自己的会望 让他们在灵里面走入你自己的会幕 穿过圣所 穿过蚂子 穿过蚂子 来到至圣所前 来到至圣所前 见到那一罐蚂蚂 更见到蚂蚂之后的约柜 也看到蚂蚂之后的约柜 约柜在他们眼前闪闪发光 神的恩典能力 神的恩典与能力 浩大贤明 他们的心里面 就要看见约柜 看见蚂蚂 知道神是看顾保守的神 知道神是将天良 赏赐的神 他们心里面一切的冲淡 就要完全的脱落离开 约柜 要在他们的前面 在他们的灵里面闪闪发光 除去一切的忧虑 除去一切的重担 神的同在 这一刻就要临到他们 成为他们的医治 成为他们心中安稳力量的全员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约柜除了有玛拿 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文数纪的十七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来一起读 明数纪十七章十至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规前 吸者叛逆之子留作记号 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预言指息 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 耶和华所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了 亚伦的杖还要放在这个法规前 亚伦的杖还要放在法规前 其实这件事是因为 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不服亚伦 其实这件事呢 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 有人不服亚伦 他们心里说 为什么只有亚伦可以做大祭司 其他人不行吗 他们心想 为什么只有亚伦可以做大祭司 其他人难道不能吗 所以他们就背叛群起来 攻击摩西和亚伦 所以他们就背叛群起攻击 摩西与亚伦 最后神介入在当中 最后神介入当中 神命令所有的领袖 都在他们自己的杖上面 写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将这些杖放在约柜前 第二天再拿出来的时候 唯独是亚伦的杖已经开花 并且结束花包 只有亚伦的杖已经开花 并且结束花包 神让以色列看见 是神亲自拣选了亚伦 神要以色列人看见 是神亲自拣选亚伦 这样才止住了 这一次的叛乱和怨言 所以之后神就吩咐 摩西要将亚伦 这个开花的杖放在约柜池 要让这些悲逆之子 留作记号 目的是要指住 他们的怨言 免得他们死亡 这个杖就成为了 约柜前面的记号 是纪念人的悲逆和不听 是让人体见不服权柄的一个记号 让人记得不服权柄的这样的记号 其实这个记号 一方面见证人的罪和不思 其实这样的记号 一方面也证明了 见证了人的罪与不听 另一方面其实也都提醒众人 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众人 要顺服跟从神的带领 要顺服跟从神的带领 顺服带来的是生命 顺服带来生命 脱预带来的是死亡 悲逆带来的是死亡 神要我们学这个功课 让我们去明白 让我们能够明白 神将这个帐放在约柜池面 神将这样的帐放在约柜池面 其实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助 不是控诉 其实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助 而非控诉 提醒以色列人要在错误当中 反省学习 提醒以色列人要从错误当中反省学习 当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当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我们就见到神的约柜 施恩座就在前头 我们就看到神的约柜 和施恩座就在前头 你指望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 必须指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 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 顺服的儿女之后 顺服的儿女之后 神的施恩座就在前方 约柜前除了有这个帐 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生命纪的31章26节 我们来看生命纪31章26节 我们一起来读 将这六法书放在耶磊华 里门神的药柜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律法书 其实律法书所指的就是摩西五经 就是你们旧约圣经 投稿五卷 就是旧约圣经中的前五章 创出利民生 当中其实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整个历史 当中呢 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整个历史 整个历史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带领以色列 整个历史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 当中所充满的是神的爱和怜悯恩典 当中所充满的就是神的爱、怜悯与恩典 神在这一份超然的爱里面与以色列人立约 神在这一份超然的爱上面与以色列人立约 可惜以色列人背约顶撞神 可惜以色列人背约顶撞神 所以这个律法书所见证的是以色列人的不是 所以这个律法书所见证的也是以色列人的不是 人又失约又违约 人又失约又违约 律法书上面清清楚楚的写明 律法书上清清楚楚的写明 叫人无可推诿 但神的约规就在旁边 虽然人这样去毁约 但神仍然给以色列人机会 仍然不断的帮助以色列人 仍然不断的帮助以色列人 神对人的爱永不放弃 神对人的爱是永不放弃的 神对人的关系永不放弃 神对人的关系是永不放弃的 今天我们都要同样得着这样的心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同样得着这样的心 对我们身边的人 对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要永远的爱 我们要永远的爱 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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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我们学习 神要我们学习 神将律法书放在约会的旁边 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明白一件事 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习明白一件事 神不要我们沉沦在过去的失败当中 神不要我们沉沦在过去的失败中 这个失败 这个境界不是真正最后的焦点 这样的一个失败跟警戒并不是事情的焦点 因为金光闪闪的约会就在旁边 人的视线自然就会移到约会身上 人的视线最后就会移到约会身上 神要让我们在失败当中转眼望向神 转眼望向约会 转眼望向约会 重新再起来 跟着约会继续往前走 听着约会上面 听着在约会上面 诗人做怜悯恩典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走向应许 重建生命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 究竟约会里面有什么呢 古往今来很多基督徒都问这个问题 所以你去基督教的书楼 去买个约会回来 所以你去基督教的书房 去买个约会回来 我们后面都有一个 我们后面都有一个 待会有空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打开约会 你打开这个约会 里面除了有法板之外 里面除了有法板之外 有些约会里面 还有一个帐 还有一个玛拿在里面 但刚才我们所读的《救约圣经》里面 明明就说在约会的外面 在约会的前面附近 但是呢 刚刚我们读的《救约圣经》里面呢 是说这些玛拿杖 是在约会的前面或附近 为什么有些人会将这些东西 全部装在约会里面呢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把这些东西 全部装在约会里面呢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四五节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四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经文说因为在柜里面 有圣玛拿的金冠和阿伦法国牙的帐 经文说柜里面有陈玛拿的金冠 和亚伦法国牙的帐 并两块药板 所以我们常常都以为 这三样东西都是约会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这三样东西都在约会里头 其实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 所译的这个是在约会里面 这个《女》字 因为呢 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 这个约会里面的《离》这个字 这个《女》字这个字 原文呢 其实是一个很广阔的意思 这个《离》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面 其实它的意思非常广泛 它可以解作里面 也可以解作在附近 前面 后面 左边 右边 它可以解释在里面 或是前面 后面 左边 右边 所以当我们一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就以为三样东西都在约会里面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处《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 这三样东西都在约会里面 但是当我们比对旧约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比对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约会里面只有两块石板 我们就发现 其实约会里面 只有两块石板 其他的东西 都是在约会的前面 在约会的附近 其他的东西 都是在约会的前面 或是约会的附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目的是要让我们 明白约会的设计 我们要明白约会的基础 我们要明白约会的基础 原来整个约会的基础 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约 原来约会的基础 就是神与人力的约 必无其他 在这个约上面 而在这个约上面 就是施恩座 约所代表的就是关系 神说在这个人和神的关系上面 我要施恩 神说在神与人的关系上面 我要施恩 神说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的能力要覆盖着他们 神说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我要用能力来覆盖着他 神说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要用我的同在 用我的药柜带领他们往前走 神说我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我要用我的能力 用我的同在 用药柜来带领向前走 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要他们得胜再得胜 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我们要得胜再得胜 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要他们脱离世上的奴役 成为自由自主的民族 在这样的约规的关系上面 我要让他们脱离奴役 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民族 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要将应许之地 新天新地赏赐给他们 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我要让这个应许之地 还有新天新地赏赐给他们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的同在要降临在他们当中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关系之上 我的同在要降临在他们当中 神说我要与人同住 我要将永生赏赐给他们 我要将永生赏赐给他们 我要让我的孩子 永远与我同在 我要让我的孩子 永远与我同在 我要他们经历我的能力平安 我要让他们经历我的能力与平安 这个就是约规 这个才是真正的约规 一切都是因为关系 一切都是因为关系而来 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同在要在我们当中 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同在要在我们当中 神不断地施恩 纵然我们不配 纵然我们不配 纵然我们违约 纵然我们违约 等着我们再跟随他的约规 等着我们再跟随他的约规 走向天路 走向天父的怀抱 走向天父的怀抱 你知会好吗 我一同气了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用这首诗歌 呼求神的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 呼求神的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 让约规就在我们的眼前 让约规就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进入这个约的关系里面 让我们甘心乐意 跟着约规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更心乐意 带着约规走在我们的前面 因为他是永活施恩的神 因为他是永活施恩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姊妹 我非常感恩神在我们当中释放约规的信息 整个约规的意义 建立在约和恩典之上 约和恩典带着神的能力 神要用祂的约规 用在约上的恩典吸引我们 用约上的恩典来吸引我们 带领我们 走属神的天路 即走到永生 但是人要配合 但是人要配合 人要愿意 人要幸福 人要享福 人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人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见到玛拿 见到律法书 见到律法书 见到亚伦的帐 我们就从当中学习 越过这些障碍和困难 定精在约规之上 立志跟从神 与神立约 跟从神的带领 所以我没有在这个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间 我都邀请我们当中每一位 我邀请我们当中每一位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 我们一起跪下来与神立约 如果你不方便 你可以坐在某个座位上 如果你不方便 你可以坐在某个位置上 都可以的 如果你方便跪下来 我邀请你一起跪下 你方便跪下 我邀请你一起跪下 我们进入灵里面 求圣灵你捉摸我们 求圣灵来触摸我们 我们要与神立约 我们一起闭上眼 请你跟着我一起来通告 请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求圣灵帮助我 开我属灵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的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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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今天 让我今天 进入圣所 进入圣所 越过曼子 越过曼子 进入至圣所 进入至圣所 约规就在我的眼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 我要与神立约 我要与神立约 主啊 主啊 我愿意作祢的子民 我愿意作祢的子民 以祢为我的天父 以祢为我的天父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扩纳我与祢之间的关系 扩纳我与祢之间的关系 天父你是我的天父 天父你是我的天父 天地唯一的主 天地唯一的主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要跟从你 我要跟从你 与祢立约 与祢立约 以祢为我的神 与祢为我的神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我行事为人里面 你是我生命的至高 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 是我生命当中的唯一 我要你听从你的话语 你要来听从你的话语 进行你的律例典章 尊喜你的律例典章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守住同神之间的约 守住同神之间的约 主我知道在我不能 主我知道在我不能 但在你凡事都能 但在你凡事都能 今天我在你的面前 今天我在你的面前 与你重新立约 与你重新立约 我要作你的子民 我要做你的子民 一生来跟从你 一生来跟从你 愿主帮助我 愿主帮助我 愿纳我在你面前所立的约 愿纳我在你面前所立的约 主我多谢你 主我谢谢你 听我祷告 听我的祷告 接纳我的约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接我们就一同气了 弟兄怎么样 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 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 呼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呼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 呼求神降临在我们当中 呼求神降临在我们当中 让神的同在带领我们前行 让神的同在带领我们前行 呼求神降临在我们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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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实际的法度在他们的灵里面 神的恩典能力在他们的上面 他们就要起来 高举过于众民 让世人能够看见 让世人能够跟随 走上你为人所预备永生的道路 走上你为人所预备永生的道路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 每一个都如同约会一样 发出精金的光芒 带出神的荣耀 恩典 平安 与神的同在 主你恩告他们 让他们每一个成为行走的约会 让他们每一位成为行走的约会 将你的恩典 将你的恩典 能力 能力 同在 同在 带到他们身边所有人的生命里面 带给他们身边所有人的里面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耶稣 感谢神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今天崇拜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崇拜之后再祝告一段落 离开之前 和你的弟兄姊妹说 离开之前 跟你身旁弟兄姊妹说 你就是神的约会 大家看着的是 新瑞611灵良堂 如果你有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接票台头是 新瑞611灵良堂有限公司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或者有需要 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